大家好,我是小盲鞭 今天要和大家说 防盲基金会 不为路途遥远 人缘稀少 过程辛苦 仍要努力到新竹 煎食箱 吃米粉和共玩 欸,才不是啦 哦,是到那里为民众 做眼科一整的故事 为什么全台那么多箱 最后要选择煎食箱呢 为什么不选择 原食箱 方食箱 化食箱呢 这几个箱根本就不存在吧 呃,我只是想押韵啦 看我双押 我们是根据内政部及 卫福部所整理的偏箱名单 排除有地区及以上的 医疗单位的象征 并归纳整合出 全台78个 缺乏眼科医疗资源的偏箱 我们会有限服务 没有被纳入 全民健康保险3D里 到地区医疗给付效益提升 计划IDS眼科项目的地区 而建设项就是其中之一 这些偏箱没有眼科医院或诊所 只有不到十位眼科医生职业 居民看医生都要跑到市区 就医真的很困难 所以话不多说 我们就在11月22号出发 带着仪器浩浩荡荡荡 从台北冲到新竹 先让小忙边我来为大家 介绍这个地方好了 尖石厢是新竹县最大的厢 厢内主要的居民是 泰雅筑和客家人 是北部著名的山地厢哦 要抵达举办一整的地点 秀卵村一点都不简单哦 路上都是弯弯曲曲的山路 只能用很慢 的车速前进 小心的过弯 因为一个不小心 就会变成这样 可以吗 虽然路途很辛苦 但是一想到民众如果眼睛出了问题 竟然还要经过这段 这段 这段 还有这段山路 才能去看医生吗 有什么急急情况发生的话 应该很伤脑筋吧 在开了将近一小时半的山路之后 我们才抵达了秀卵村办公室 看看我们竟然在这些仪器爬上1500米的箭石箱 好的 还是趁大家在努力敞步的时候 小忙边偷懒一下和大家介绍 一整流程吧 第一关 问诊 民众来报到之后 我们就会派出土生土长的当地志工 去询问民众的眼睛情况 因为他们本来就认识彼此 这样问诊的效果会大大提升 眼睛有没有不舒服 患病使用药情况等 都要确认才能更好的掌握情况哦 第二关 验光及测眼压 传说中的小房子就在电子验光仪里面 利用仪器将红外线射入视网膜内 如果是正视眼的话 焦点就会落在视网膜上 如果有近视等问题 焦点就会落在视网膜的前或后 以此计算出验光的其实度数 可可可 你是不是听不懂啊 其实小编也不太懂 简单来说 就是能测出你的眼睛有没有近视远视老花三观 blablabla的啦 接下来登场的就是眼压剂 顾名思义就是能测量眼球的压力 测量时仪器会喷出气体 要尽量把眼睛张开 才能准确测量到眼压哦 眼压的高低和眼低的发声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一定要谨慎面对哦 第三关 视力检查 由自动验光仪验出大约度数后 被测人要讲出由大至小的字母开口方向 再借由验光师的经验与指引 才能找出最准确的度数哦 第四关 医师看诊 医师会使用裂隙灯 查看眼睛内部的各部位 可以发现结膜炎 白内障 清光炎等疾病哦 有许多老人家在医师看诊时 都会忘记或不了解 或难以叙述自己的情况 这时候就要靠当地志工的协助或翻译 因此当地人的参与 对疫诊来说是非常不可或缺的哦 最后会进行简单的问卷调查 之后整个疫诊流程就结束啦 在偏乡举办了那么多场疫诊 我们发现其实生病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生病了 又或者眼睛不舒服 又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生病了 中路慌慌恐恐压力散大 想去看医生 又要等在外地工作的孩子 请假回家 有时候一等就是一两个月 甚至有些阿公阿嬷 也不愿意麻烦自己的孩子 就放任眼疾 恶化最后只有面对实名的命运 基金会这几年来走南闯北 已经在国内外偏乡举办 28场颜科疫诊 我们看见偏乡居民 因为交通不便 不足等的问题无法走出偏乡就医 因此我们带着医生 厌光师和医疗资源 继续捍卫他们看得见的权利 好 希望你看了这个影片后 能了解我们的医疹到底在干嘛 也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服务偏乡 也欢迎你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有你的资助与支持 我们才能继续帮助偏乡 让偏乡的爱看得见哦 好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